剛剛我講的是一些過去做這幾年 做比較有趣的一些心臟病的研究 但是到底會造成哪些東西 這個是歐盟最近的一個review 歐盟 世界衛生組織的歐盟這個review 它認為說 這個是我們知道的 氣喘 心肌梗塞 腦血管疾病 也會造成狀況 然後心臟衰竭 惠亞 惠亞最近的那個 國際癌症也認為說 它是第一級的人類治癌 好 那另外還會怎麼樣呢 嬰兒的肢氣管炎 呼吸系統的發育 會功能 糖尿病我們講過了 糖尿病也會有關 然後呢 可能會潮產 嬰兒子中較輕 然後呢 最近的一些研究發現說 好像對神經系統也有影響 發展認知啊 肺化性疾病 這個是指什麼 就指向這個 那不只是小孩子的發神經發展 最近這幾年 大家開始從研究這個 吸血管 孩子的神經發展 或是 腦袋的 會有神經 會到體的疾病 會有關機 或者是 流行病水研究 連這個動物實驗都不會有關 我們最近做那個老鼠的實驗 就是一樣 給他吸這個 鼻液鼻液 會吸 然後給老鼠做那個 叫做 老鼠游泳 然後有一個平台 老鼠通常會游泳游泳 就找到平台 在這裡休息 那你假如老鼠給他吸這個 吸這個 PM205之後呢 他 就比較不容易去找到那個平台 就是說他不太會學習 通常我們老鼠第一天 第一天可能需要60秒 第二天他可能40秒就找到 第三天就等20秒 第四天可能 會很快就找到了 然後你給他吸這個空氣的這個 PM205 他就比較不會學習 他可能就需要比較多的時間 就是說他顯然這個 他的學習跟記憶就會受到影響 這個其實還蠻有趣的一些現象 這是很注意的 好 那應該大部分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我想濃度事實上也很重要 那這個部分 目前世界各國大家都想要做 可是我想事實上都還蠻難的 因為程度也非常複雜 但是我總覺得 濃度這麼高 研究還是可以做 但是呢 就是要趕快把它降下來 你不要再去想說 這個是什麼 濃度的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來源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建築要先把這個 整個濃度降下來 可以更有效應 這個我想可以這樣再做一下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他們的研究 就是講到說 像加拿大 稻中 他們的空氣污染身上不是很嚴重 事實上都還可以 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空氣污染的效應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空氣污染 好像沒有一個什麼玉子 那認為說到10 左右都可以看到 那世界衛生組織 其實當然不知道是怎樣 所以我們目前是15 事實上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很多這個 還是有一些感激的空間 我看很多這個環保的 環保的公民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再降一堆 從15降到10 好 那這個是最近 我算一下 我們平常這樣講 大家有沒有概念 就是說 根據這個美國的研究 就是說 每增加10的 micronumpting的 有會增加 死亡會增加 增加4% 吸收到疾病6% 還甚至8% 然後這樣在台灣 我們可以把它換算是怎樣 這是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估算 就是說全世界 也因為像早死的傷 300多萬 本來不應該死掉 結果死掉 那中國的話 因為空氣污染嚴重 也超過100萬左右 那台灣呢 這樣比較好 那大概1萬到1萬 就是說 假如從平均30降到目前到15 的話 一年可以1年喔 可以超死 這樣這樣 那其他的疾病呢 就我們先接受算 好 那從30降到15的時候呢 你不知道疾病可以減少 差不多6000件 那大概可以省差不多 5億 6億多 除了健保以外 他不能工作 就算是 那急性心肌梗塞 有1000件 到1.6億 腦血管疾病 差不多 9000件 到7.6億 所以事實上這個 整個經濟上面的這個 效益其實也是很大的 好 那最後呢 我們怎麼辦 我想最重要呢 現在趕快把這個 空氣露染這個濃度把它降下來 但是呢 我想 可能也不是馬上 今天或明天或下個月 或明年就達到了 那在這個 在這個時間之前 我們能說怎麼辦 今天都戴口罩嗎 今天都戴口罩嗎 出去就戴口罩 就是因為 我空氣露染的時候 他們會自殺的一個口罩 所以呢 我們現在事實上 有需要一些 所謂的空氣露染指標 讓我們知道說 什麼時候該去外面 什麼時候 應該要留在這個 房間裡面 那特別是比較敏感的人 情緒的小孩 有情緒感疾病的人 老人 小孩 那是什麼時候 那美國他有一個 P205弄的時候 他有所謂的AGUI嗎 那他會做一些 活動的這個建議 活動的建議 那我要講的是 我 這個可以跳過去 那我們本來有所謂的PSI 就是說還沒有P205之前 那就有所謂的 綠色 黃色 然後這個一擠一擠上來 然後理論上 我想我們有P205之後 應該就用美國一樣 就是直接用AGUI 可是我們現在一國兩制 就是說我們定了標準 2012以後 我們現在有 剛剛有PSI 可是我們另外又有一個P205 然後這個P205 又是用英國的一個指標 所以他又不一樣 我們把它放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事實上 有所謂的PSI 它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有所謂的一個P205指標 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這種東西其實你是要讓民眾很容易了解 有這個顏色 你就可以follow 可是人會發現說 那我為什麼有時候又是綠色 那有時候又是紙報 像前幾天 也許這個PSI都很OK 可是你的這個P205又很高 民眾其實就不太容易去理解 那假如照美國目前這個標準 因為我們當時大概定標準的時候 大概也是以類似像美國或日本那樣的精神 那所以假如說是這樣子的話 美國大概35是應該是要定到這個部分來了 所以意思是說好像也還是比類似像我們當時定標準 定標準的那樣子的精神好像又稍微鬆了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的環保團體或是很多公民團體 事實上也有很多意見 那這個部分會衍生什麼問題 這是剛剛我講的問題 就是說美國現在它假如是 這個黃色應該是差不多35左右 那我們35事實上是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你覺得綠色還很OK 可是35事實上應該已經再超過就不行了 這其實這個意義上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這個會衍生一些問題 因為最近那個教育部它因為它會針對 因為小孩子本來就是一個比較易感的族群 那小孩子裡面可能也有氣喘的人 所以他們會針對所謂的中小學空氣品質惡化 或是緊急處理的措施 那他們就要有一個根據 就是說什麼時候要小孩子需要不要在外面活動 什麼時候要讓他們留在教室裡面 就需要一個數字 那勞動部它也是一樣 勞動部它也要做出勤任意標準 什麼時候換空屋架 或是說部外作業的勞工 那它這個附入空氣污染危害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就開始大家有點混亂 就是說環保署你現在用這兩套標準的話 我們到底要走哪一個標準 那會不會也太鬆了 不過環保署最近它的回答是說 因為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新的空氣污染指標 那這個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目前的空氣污染指標 事實上是怎麼樣 是各種空氣污染物裡面 我們選最嚴重的那一個 然後它把它換算成有一個指標 那理論上來講環保署當然它講說 那我們要把用一個新式的指標 是把所有的污染物的所有的作用把它放在一起 像那個加拿大的叫什麼HVCI 所以它現在好像目前是叫這個 好像是國衛院在弄的樣子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說 不管台灣裡面要做這個新式空氣污染指標 那在這個之前 因為不曉得什麼時候弄出來 在這個之前 我們最好還是直接就是用這個 美國這個AQI 用最直接就一個指標而已 大家比較容易follow 好 那這個是我覺得在有關健康方面 假如一時沒有辦法改善 那我們需要有一些對應 那有些對應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空氣污染指標的 這個切點 事實上就蠻重要 因為關係到我們什麼時候 要不要去外面運動 要留在家裡 那譬如說馬拉松比賽的時候 現在不在我們講說 馬拉松比賽 假如空氣污染嚴重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提辦 那到底標準要在哪裡 好吧 那大概是這樣子 我其實我要講的是說 美國我剛剛給他秀過 他們其實從以前四十三十 一直在往下降 現在大概都到十五以下 經過差不多一二十年 台灣我們現在 目前濃度還是很高 那我每次都要講這一張 美國日本 然後東京呢 1960年左右 從東京都看這個富士山 很慘喔 一年裡面才二十二天看得到而已 可是東京都知識 這個美容不亮 你看這個東京大學教授 他說 他競選 他說你們看到 都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這個清空 就是很乾淨藍色的天空 那其實日本在這方面 努力到1999年 可以超過一百天 最近 我大概兩年前 我看到日本朝日新聞上面 他說 我現在已經看到一百二十天 可以看到 從東京都的這個 那個都廳 那最高 就可以看到這個富士山 那我們看得到台灣的 玉山嗎 不知道 至少陳生波1947年 他在他家 嘉義市 他就看到玉山雞鞋 很漂亮 但是我問問 現在講 大家有住在中南部 加滿平原的人 是不是那麼容易看到 這個玉山雞鞋 我看可能都很難 因為每天都模模糊糊了 像我這一陣子 像上禮拜我回台中 台中也是 我看那個整個東方山脈都灰灰的 然後我還看到報紙說 這不是我的母校嗎 說什麼烏日國小生 什麼黑色的空烏旗 怎麼樣 這真的很糟糕 這樣子 不過我想這個是 給我們一些啟花 就是說 人家日本可以做到這樣子 我們台灣應該也可以 可以做得到 那謝謝 謝謝這些引聯 謝謝 謝謝 曾教授的引聯 很精采 那我們等一下有問題的 再跟他請教 那接下來我們請 吳坤玉教授 來進一步做議台 來 各位市長 大家 好 我記得沒有討論 因為鄭老師 我是不是 過來做這個片 2.5 最有看那個教授 還是我順庭來動輸 所以我才是 因為這方面 我研究比較少 我才是不太適合 這個議題 所以我看 是不太適合 鄭老師 說不太適合 做 做 為此 可以 做了解這些東西 我是覺得 像我 我是對這個 我本身體質比較便宜 從小孩開始 我 做孩子 我就都要親在老闆 以前我是說 是感冒 現在 以前有人說 啊 這對空氣不好 好 所以我 我來台北 我 剛開始不知道 怎麼不戴口罩 我怎麼戴口罩 一整個禮拜都 抵抗 就要去看醫生 去藥 吃藥 再去拿一下 戴口罩 就改變這麼多問題 現在也是這樣 現在你看到說 你 師父你報說 殺生爆 他說空氣不好 我也是說 會流去水 所以我一定要戴口罩 這就是我 我的清新的經驗 所以我現在是 就覺得 這個紀念很重要 大家應該要來公示 不然你 就說你是感冒 其實我會說 你這麼感冒 其實是不好 還是又被水流 那就是過敏 知道我們 我這是過敏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應該來公示這個議題 保護我們的健康 也就是保護我們 第一代的小孩的健康 因為我幾年前親愛的時候 鄭老師叫我到上廊 我看 他有明記住 因為他有明記住 他有明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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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天氣不好 那時候 我們當天 因為我們到達 空氣就是為 差不多秋天的結束 到春天 空氣都沒有 就是PM 比較高 那時候 那時候 剛剛風風平也比較冷 像我看 鄭老師 那時候 有人做了 你給他那個所謂 做出來 說 台北 請你去大 要明記住 你會看到 十五歲以上 在祖母 因為 西方的 西方的 都給他更高 在台北 就想說 作 心中 或是 老婆 會 頂到一些 或者是 他有最多的一些病就出來 問問要接近或接近一些 的人留得比較多 這真的是 這個時候剛才不是PMO的比較高 有台方做 這有郡老師 因為那時候來 我來的時候郡老師有一個 彭博師的報告合作的第二位 在做這些研究 有別看的人說 在北部看起來最明顯 每個商場都做沒有這個關系 在北部人做得出來 你看到十五歲以上的 就是做明顯 到這個時候 做西蒙錄的大關 對 年紀比較大 我相信這就是 都很明顯 所以說 大家 剛天氣不好的時候 空氣不好 就像我口罩 可能稍微擺這個 不然 在我們身體可能比較沒什麼好 醫生 我是簡單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的經驗 醫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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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高雄 分享他的經驗 這是空氣汙染敏感者 哈哈哈哈哈 過得我們人 都是為了健康 我們就是要好好來改靜 我們現在空氣汙染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請 徐光榮教授 來發表他的意見 嗯 嗯 要包換 好 好 基本上我今天要跟各位 交換意見的是 兩個 主要是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 想跟大家討論 就是所謂的買 有拿起類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大家很關心說 欸 空氣汙染 嗯 環保署都說 很多時候都說 中國來的 好 呵呵 我跟大家來討論這個問題啦 呵呵 呃 這個之前 要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們呢 每個人 每天呼吸的空氣 大概有差不多 十三點五公斤 吃的東西 大概是 1.5公斤 水大概是2公斤 呃 水跟食物 其實大家都可以 想辦法除了 可是空氣我們沒有辦法 你不可能一時一刻不呼吸 好 所以你真的真的不喜歡這個 呃 空氣沒有辦法 你可能只有移到 其他地方去生活 去就業 好 所以這是一個最最大的問題了 嗯 嗯 那呃 其實我今天忘記帶一個 呃 呃 power point 就是我們其實過去政府有做這個 呃 調查 就是孩童的呼吸道疾病 1975 1985 跟1995 每年 呃 每十年左右做過一次 那前兩次都是台大醫院做的 而1995年是工衛系 那個時候是工衛系做的 對 對對對 那個時候是拿這個呃 空衣基金 一空衛的第一年做的研究 那從1975到1995呢 呃 呼吸道疾病呢 小孩子從1.3%變到13%台北市 哦 那之後的研究我就沒有看到過資料 聽說是有 可是我不知道我沒有看到這樣的資料 所以這20年改變很快 那這個這個圖我想很多人看過了 尤其是可能有一些人看到 德國那個財經的電影 那這個是2013年的時候的哈爾濱 呃 剛開始他們開暖氣的時候就燒煤 那呃 第二天的空氣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交通警察 那其實智慧不知道智慧什麼了 後面的車也看不見 那其實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 呃 很多人其實西方很多國家在注意 所以在2013年的時候呢 呃 有一個雜誌叫做Foreign Policy 好 他特別就介紹了60多年前61年前的倫敦 跟2013年的中國做比較 所以左邊呢是中國 右邊是1952年的倫敦 好 那做了很多的比較 我只是選出兩張 兩兩兩組了 好 那這同樣的 呃 左邊是中國 右邊是倫敦 好 所以這個呃 看起來其實是持有蠻多的相似性 那倫敦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倫敦嚴重到說這個路上很多車就丟在那裡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實在能見度太差 好 那1952年的12月4號到9號這幾天呢 甚至有的地方能見度到0 0的意思就是你伸出手來看不見自己的手 所以非常的可怕 甚至有的這個牛都昏倒了 好 好 所以不是只有人有問題 好 那這個美 因為英國的這個 最早的資料收集是他們的氣象局 好 就是Math Office 所以這是Math Office的資料 那虛線呢是懸浮粒子的濃度 當然那個時候只有兩總量 然後那個實線呢是死亡死亡的人數 那紅線呢是我們現在總懸浮為例的標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差多少了 所以剛剛鄭教授有提 有人講4000有人講8000有人講12000 就是跟平常的死亡人數來比的話 多出這麼多人 好 那接下來就來看說 其實污染嚴重了 其他國家也在講中國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蠻有意思 我們就說我們也有埋害 中國的埋害有來台灣 這是去年10月20號的這個報道 那它裡面也報道說 環保署呼籲盡量減少活動等等等等 那這個報道裡面有意思的就是說 你就發現呢其實這個最高的地方呢 是在苗栗 雲嶺 那假如是中國來的 大家覺得不是應該基隆台北最高嗎 結果是苗栗了 是雲嶺或者是彰化 那 這個它是在講是中國來的 那我就去找了中國當天的那個圖 這是他們中國的污染物的分布 同一天講到同一天 是中國來的嗎 看起來對不上 看起來對不上 靠近台灣這邊 其實這附近都沒有到 橘色的都不多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這個不是 所以我最近呢都會去上網看 就是我們快要發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把中國的資料拿下來 再附天氣圖 其實我這邊沒有附天氣圖 那我最近呢 其實大家看 邁其實第一個印象其實是能見度 我們其實不知道 邁是不是跟PM2.5是相等 所以這兩個問題不一定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邁給大家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能見度變差 那能見度變差 大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像我這邊做的 我每次看到不同的天氣 我就會去照一張像 從我們的器官走出去 101 所以你認為哪一張代表